12月14日,加拿大第二届中国老酒展及2024年春季舍得酒夜慈善拍卖会新闻发布会与新动力演播厅隆重举行 近百名各界代表、政要及美酒爱好者出席表示鼎力支持 舍得酒夜是中国酒夜领军企业长期致力于老酒文化的推广和践行 首届中国老酒展及舍得酒夜慈善拍卖会发起人及组织者 加拿大百万酒夜董事长Edward Wan在新闻发布会中郑总宣布 2024年1月18日,舍得酒夜将于新动力演播厅举办加拿大第二届中国老酒展及2024年春季舍得酒夜慈善拍卖会 届时将有逾百位藏家、企业家和老酒爱好者参展、竞拍 预计总参与人数过万,所募得的款项将全数捐赠给加拿大仪康基金会 以扶持癌症研究中心、敬老院等社会福利机构 Edward Wan在开场词中针对加拿大第二届中国老酒展 即2024年春季舍得酒夜慈善拍卖会的筹备情况和展会安排进行了详细介绍 他表示,组织老酒展的目的就是发现、提升、传播老酒的文化价值 搭建一个品酒、交流、流通的平台 并表示欢迎加藏老酒的朋友参与展览拍卖 万锦市副市长陈国志、列治文山市副市长陈志辉 万锦市区域议员和胡景、列治文山市第四区市议员崔冰辉等各级政府政要致辞并颁发贺信 认可舍得酒夜长久以来为公益事业以及中国传统酒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做出的卓越贡献 这是我们推广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步骤 也是舍得酒夜出海海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推广的旅程 我们希望给更多的朋友和老酒爱好者强加 积极地参与进来 使我们的中国文化的海外推广之旅更加的引人注目 这个捐款我们将用于我们的Cancer的癌症的病人 对于我们来讲对住在我们林州关怀中心的癌症病人来讲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据着这个机会我们多一点把我们中华文化中国移得酒了 带进加拿大的主流希望在这里开篇一个新的天地 那么今天有机会在加拿大这边土地上展示我们中国的一些老酒 展示我们中国的文化 再次感谢我们组织者有这么的机会去学习和 传播我们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 在家中经贸的发展文化的交流方面 舍得酒业跟百万酒业 还有新东力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今天舍得酒业把中国的酒文化带到了多伦多 让我们旅居多伦多的侨胞都能感受到 来自于祖国祖籍国的酒的文化 我们的白酒文化不仅是在海外要弘扬 我们的这种慈善文化更应该去宣传 通过这次活动能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白酒 了解中国文化 让我们在家中之间建立一个桥梁 推动中国文化的更好的发展和壮大 仪式的高潮 包括百万酒业董事长Edward Wang 万锦市副市长陈国志 家中地产基金会主席孙志峰 新动力企业家俱乐部发起人 James Wang在内的十位各界代表共同上台 强强联手宣告了加拿大第二届中国老酒斩季 2024年春季舍的酒业慈善拍卖会 老酒征集仪式的正式开启 家中地产基金会主席孙志峰 加拿大海峡文化交流基金会理事长高耀兴博士 加拿大华人同乡会联合总会执行主席刑纪元 上海商会摇影会长保华探时拍卖公司董事长 及本届老酒慈善拍卖会总顾问黄一雄先生等贵宾 上台致辞表达了对老酒展的忠心支持与祝贺 仪式的最后 百万酒业董事长Edward Wang等主办方代表向一康基金 捐赠第一届老酒展的拍卖善款 由一康基金总裁肖显阳上台接受捐赠 肖显阳在致辞中呼吁更多爱酒之人 共同推动长者福祉事业的发展 加拿大第二届中国老酒展 即2024年春季舍的酒夜慈善拍卖会 必将为中家两国文化交流和社会公益事业注入新的活力 600电视台记者报道